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中方的这一行动迅速引发世界媒体关注 中国兑现了在台湾问题上惩罚立陶宛的誓言 今日俄罗斯21日以此为题报道称 北京宣布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代办是最低级别的外交关系 如两国长期保持代办级的外交关系 则表明双方的外交关系是不完全的 代办并无外交全权 只能寿命办理最基本的外交事务 并对侨民提供必要的外交服务和领事保护 将外交关系降到代办级是较严重的外交冷却信号 再往下发展就只能是断交了 中方宣布这一消息发布后没多久 立陶宛方面也做出回应 言语之间依然在狡辩 立陶宛21日表示 对中方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的决定表示遗憾 立陶宛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声称 立陶宛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但同时也有权扩大与台湾的合作 包括建立非外交使团 相关内容也在社交媒体上掀起讨论 在RT的评论区内 有外国网友称 立陶宛是只老鼠 却在镜子里把自己看成是山中的狮子王 哈哈 也有网友提到 立陶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经历了人口逐渐减少 还伴随着例如收入不平等和高自杀率等社会问题 这些至今仍然是社会问题 而且现在 立陶宛政府正在进行经济和外交自杀 还有网友认为 立陶宛政府必须承担所有随之而来的后果 立陶宛肯定会后悔的 也有网友也提到 立陶宛就像美国的哈巴狗一样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月28日报道 立陶宛总统脑赛达在讲话中提出 北京方面应该平静接受 立陶宛做出的与台湾有关决定 并强调立陶宛在设立台湾代表处的立场没变 立陶宛对台湾的立场不变 这是主权独立国家的立场 立陶宛可自行决定如何发展对外关系 脑赛达称 在我看来 我们的决定不应该被一个国家愤怒地接受 这个国家现在对我们的态度已经出现了某种分歧 与此同时 脑赛达提到立陶宛希望与各国发展文化 经济和其他联系 在这之前 立陶宛想要改善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外交关系 但中方尚未准备好讨论恢复大使工作事宜 立陶宛总统外交政策首席顾问斯凯吉里特 10月10日试图将两国关系紧张的责任推给中方 称遗憾的是中国尚未准备好讨论恢复大使工作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指出 北京方面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后 立陶宛商界代表开始说 与此有关的困难 北京伙伴拒绝续签旧合同和签订新合同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称 立陶宛商人正在为 与中国大陆建立互利贸易方面所做的长期努力 一夜之间复之东流 咒骂当局的愚蠢 目前在立陶宛 对县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 因为其不仅不断得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还卷入于遥远中国大陆的争吵 以Metavita木材贸易公司为例 该公司的货物只有1%会销售到除中国以外的地方 现在该公司总经理已经计划将工厂从立陶宛撤走 可见立陶宛国内出口商 对于和中国缓和关系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 立陶宛18日批准台湾当局设立所谓 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惹怒中方后 开始卖惨并火速向美国和欧盟求支持了 香港南华早报20日发布独家消息称 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当地时间19日表示 立陶宛将感激欧盟在该国与中国大陆的争端中 给予更强有力的支持 报道提到 美国已经统一向这个波罗的海国家提供财政支持 以帮助减少该国因争端造成的经济损失 报道称 兰茨贝尔吉斯是在立陶宛外交部主办的一个论坛前 发表了上述讲话 该论坛还邀请了来自美国和其他欧盟国家的政府相关人士发言 兰茨贝尔吉斯在接受采访时卖惨声称 由于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 立陶宛面临着某些经济和金融问题 而被问及该国是否希望获得更多来自欧盟的具体支持时 兰茨贝尔吉斯回答称 将不胜感激 不过南华早报的文章可能让立陶宛扎心 因为文章称 迄今为止 布鲁塞尔方面只是在口头上表达了对立陶宛的支持 上一个这样有勇气的国家比立陶宛的实力强一些 澳大利亚 即澳大利亚正经各界人士求和无果 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后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终于坐不住了 11月18日 莫里森称 澳方一直非常期待能够和中国展开高层沟通 并且说只要中方乐意 澳方就随时欢迎 一时 澳大利亚媒体哗然 此前上海举行的中国进博会上 因为莫里森政府目前鼓励澳大利亚企业寻找新的市场 所以并未瞧见由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赞助的企业的身影 但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却请来参展 这是维州第二次与联邦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分道扬镳 因此 莫里森此次的求沟通让人猝不及防 实际上 中澳关系恶化后 中方已冻结了与澳方的部长级沟通 对于是否解冻中澳对话的可能性 中国官员表示 澳政府近期的行为不利于创造双方举行高层会晤的环境 理所当然没有良好的氛围总不能空谈吧 因此目前中澳部长级会谈解冻无望 在抵制俄罗斯电力天然气方面 立陶宛闹得最厉害 还大力怂恿乌克兰别买 但现在看来立陶宛自己并没有更好的办法 该买还是得买 还买的不少 近日 立陶宛、波兰同白俄罗斯的难民战争也愈演愈烈 立陶宛军人暴力驱赶边境难民的视频早已散播开来 他们对难民拳打脚踢 甚至放狗撕咬 其不人道的歹毒行径 必将引起有责任的大国关注 人无性不利 国无性则衰 立陶宛的前车之鉴就是澳大利亚 虽然经济来往不是一个量级 但必有其他更精准的反制手段 只需耐心等待 大国外交没有一上来就蛮干 都是先小之以理 我给你摆事实讲道理 你若不服 我必迎头统计 虽然想点子花点时间 但必然是击中软肋的 中美之间就是一场拉锯战 山姆大师每次都在重复着有求于人 信誓旦旦 但马上又背信弃义翻脸比翻书还快的心路历程 没办法 因为我们已经强大到足够引起西方国家的胆怯 即使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心理活动 另一方面 我们也再次宣示主权 11月20日 人民政协报两岸金河周刊报道 如果未来两岸统一 除了台湾特别行政区财政收入 可用于改善民生外 台湾普通民众 恐怕最有感的好处 也最直接的好处 就是每人每年收入提高2万多元新台币 11月20日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在全球智库大会上发表视频致词 就台湾问题阐明中方立场 王毅表示 针对台湾当局以美谋独的图谋 和美方一些人 以台制华的动向 习近平主席在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中 发出了严正警示 表明了坚定立场 我们将近最大努力 寻求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台独行径 绝不接受在国际上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王毅强调 反对台独的态度越鲜明 制止台独的举措越坚决 两岸和平统一才越有希望 台海的和平稳定才越有可能 亚太的和平繁荣才越有保障 诸如美国 日薄西山 因为自己的衰落 便开始觉得周围全是巨人 诸如立陶宛 在一场又一场的博弈中败下阵来 莽夫的悲剧 从一开始便注定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